他们的情感困惑 各位了解一下这堆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与他相识于长沙的一间民宿 现在恋爱已经快三年了 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 他生活中太多 时常因为在我眼里不算设的小事 与我争吵 在相处的日子里 我发现他不怎么关心我 也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每次吵架都不会哄我 最过分的还多次离家出走 往失踪 这一再触碰了我的底线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就想让他多关心关心我 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这很难吗 现在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有了 我还应该要跟他走下去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廖先生29岁 来自湖南销售 谢女士22岁化妆师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嫌他作对吧 对 你觉得他没有给你安全感是吗 是的 谈了三年了是吧 快三年了 快三年了 他在小片里说你们是在民宿里认识的 他自己开了一家民宿 然后我们是在他的民宿里面认识的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他人挺好的 挺会关心人的 然后慢慢地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在一起了 然后这两年多的相处里面 我发现他不像之前一样关心我 明白 那我想知道今天是谁想来的呢 我想来 你想来 对 我想来 说啥 说作是吧 对 那就说说他怎么作的好不好 比如 比如说我们相处之初的一次 那天他下班回来 他说他自己饿了 他让我给他弄点吃的 我本身自己手段的工作还没忙完 我想着我等会儿再给你做吧 他就不乐意了 就开始闹情绪 我当时看着他来情绪了 我自己也来情绪了 就跟他讲了两句 就开始伴嘴 伴嘴了之后就开始吵 他一生气就跑出去了 这就是第一次 那能怪我吗 主持人你知道吗 那次我让他炒饭给我吃 他一句话都没给我说 他自己抱着手机在那里玩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 那你至少回我一句对吧 我问了他三四遍 他一句话都没有回我 我那都是在工作 你不是不知道 那你说一句嘛 你说我在工作 但我问了三四遍 他都没有回我 那我肯定来情绪了 而且那天他还让我滚来着 所以我就拿着我的东西 往外面走 他也是没有拉着我 而且那次我出去 三四天了 他一个电话也没有 后来怎么又和好了呢 和好了的 还是我去接了他 接了他就回来了 对对对 这也不算做嘛 年轻人没顾虑出情绪 吵了两句嘴没什么呀 还有一次他要出去 我说我们赶紧的 赶紧把鞋带弄一下 然后他就说让我帮他弄 然后最后就开始吵起来 我说你自己弄一下就可以 那也没有吵 我只是让你帮我弄一下 本来那个是 你就让我快一点对吧 你帮我穿一只 我自己穿一只 那不快一些吗 那你也没有穿 我也没有说什么呀 我只是自己生气了 也就好了 穿鞋带你这么小的事你也说啊 不是我说他 是他因为这个事情说我 他不是说就好了吗 人家自己穿的吗 这是自己穿的 那自己本身自己穿 不就得了吗 我就想这么 就这样吗 哎呀女生撒个娇嘛 怎么 不是说他平时撒娇 我不宠了他 不惯了他 就是说 我偏偏在我有事的时候 他就跟我吵跟我闹 对 还有什么呀 还有 就听不出来做啊 就是说他每一次 因为一点小事了 他就跟我吵 吵完之后就离家出走 这比如呢 就好像那是洗碗啊 就吃饭分工嘛 对不对 我们在一起 可能做个饭 我做饭他洗完 他让我搬来洗 我没搬来洗 就 搬了一下嘴 他自己出去了 跑出去看了一天电影 然后过上街又回来了 没啥 那还不是我自己好的 回家的呀 就是你的意思是 我自己出去调整一下情绪 是这样吗 对啊 你发现我不见了 那你就不能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找我一下吗 我就觉得你不关心我 我怎么没有打电话给你 虽然说 我没有直接打电话给你 我都是通过你的朋友啊 你姐姐啊 我那个时候 我也拿我妈的手机 给你打电话了 你都没有回 还不是一样的 他每次 我和他吵架的时候 他都不会主动找我 但是他会用他妈妈的手机 给我发信息 不是 是他妈发的 还是他拿他妈的手机 发给你的 他妈也发过 他也拿他妈妈的手机 发过 听懂了 他离家出走最长一段时间有多长 有五天吧 就 为什么呢 他那天也在我民宿里面玩嘛 大家一起玩游戏 本身可能亲女要组织一下愤文嘛 大家都参与 他也参与在其中 那天太晚了 我就想着他别回去 我就给他拿了一套干净的床单背套 让他自己去铺一下 他就说 哎 你帮我去弄 怎么怎么的 又开始跟我吵 我当时我想着 这个事情 本身你自己铺个床不好 硬是要麻烦我去弄 但是我平时 有的时候去他那里的时候 我也给他 就是折床单背套 那天晚上玩得太晚了 我也在给他折那个床单背套 但是我让他帮我铺一下床 他就 他就说 那个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去铺 我就想让他帮我铺一下 然后他还吼我 然后你就走了 那天他还说了狠话 他说你不要 给老子在那里说说说 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 我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过了 我可能有时候 嘴上有点口吞禅 就顺带就带出来 又不是我刻意地说的 那我出去那么久 你也没有打一通过电话给我呀 那你关心我吗 你说每一次都是 因为这些小事 你要跟我吵 吵完之后 还要自己要 往离家出走 你说烦不烦 第一次吧 第二次 第三次 我能忍受 人的人 都是有限度的 你在一二再三 你搞得我 肯定是不太乐意去 你去哄你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忍不下去了是吗 对啊 实在忍不下去了吗 不然我也不会说 我完全不去联系他 我当时 我心里是想的 如果你真的 这是你不回来 或者是 你照意识都不到 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就这样吧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就想 借此就分手了 是吧 对 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毕竟三年感情 也不会因为 这么多小事 来分什么 我跟他讲过 我其实我的皮性格 就这样 一两个小时 可能情绪一过就好了 那后来谁哄的谁啊 后面还是我哄了他嘛 对啊 所以就这么点小事 今天来说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啊 那是我做吗 还不是 还不是你不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两个刚开始在一起 第三个月 然后我就发现他QQ空间里面还有的 他和他前女友的很多相片 我让他删 他还不删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删呢 你觉得 最初你用的方式不对 删可以 我并不说不同意删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你现在还一直留着的呀 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做一件事情 更何况 QQ任何玩意 我很早就不用了 这不经常用 但是还是用的 对不对 如果你留着他相片 我觉得你就是不尊重 而且从我们两个认识到现在 你也没有 从来就没有传过我的相片 在你的朋友圈QQ里面啊 我不喜欢把我个人的生活 在朋友圈里面展示 这个你就不知道 那还有那个大头贴 你为什么不扔 就是那个 什么大头贴啊 就是2017年9月份 我发现你的行李箱 那个时候我们俩不是出去旅游吗 然后在他行李箱里面有发现 他前女友的大头贴 还有他俩一起的小挂件 还有一本书 然后当时我生气 我就把那两个东西给扔了 我根本 我都不知道 他被他翻出来了 后面他自己把这个东西处理掉了 然后跟我讲 这个东西我已经扔掉了 下面我已经撕毁了 他才跟我讲 他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我同意 还有些时候也翻我的手机 也是这样的 我说我的手机密码什么的 你都知道 你可以去 但是有些时候你好歹你尊重一下我 我在你面前完全就是说 那我也跟你说了呀 说了你把事情干完之后 你再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看到你和他的东西 那我肯定要扔了呀 你随身携带的 那你对我是怎样的 你尊重我吗 我怎么没尊重你 还有那本书 那个时候你也没有给我坦白呀 我是2019年 前女友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那本书是他的 那本书 你当时我是借了他的书 对不对 你当时没问题的这个书 你只是拿了这个挂线 看了这个照片 就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他的 你没有说 这本书是不是他的 你没问 但是我之前 我也不知道你也发现这本书呀 后面他打电话跟我讲 我也直接跟你讲 告诉你坦白了呀 我说这本书 是我当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借他的一本书 我也可能就放在行李箱里面 我也不知道 就被你翻出来了 那你当时也没有给我坦白呀 我我没 你那两件两个东西 我猜出来了 你才给我坦白的 这本书你还是一直留着亲女 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吧 而且他前女友还联系他呢 他他俩之前有微信 然后被我删了 然后后面又加上了 你看吧 又是这种事情 被他删了 我都不知道他删过我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又加回来了呢 后来 这个加回来 我之前设设计过自动添加 他有事找我他加了我的我也不知道 对吧 你翻出来了 我我也不知道 什么事情都是你知道了 然后你跟我讲 那你为什么把聊天记录给删了呢 你俩的 我手机里面那么多好友 那么多群 有时候清理一下 那个缓存是很应该的嘛 更何况我又不是单独清理他的 你不能说他 他没有聊天记录 就是说我特意去清了他的聊天记录嘛 对不对 你这不讲道理嘛 反正我永远都讲不过你 我问吧 你来想干嘛 我是想他不要再这么多了 从这个节目 他要还这么多呢 那可能就过不下去了 你来干嘛 希望他多关心关心我 然后把他那些 之前的那些事情全部该处理的处理掉 他什么事没处理 就是他前女友啊 他总是他俩反反复复的联系 你是跟你前女友反反复复联系吗 没有 每一次我出去打篮球了嘛 我把手机直接丢在家里面 我说如果有电话的话 你帮我接一下 他接到这个电话 发现是我前女友 我私底下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 我前女友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很苦难 嗯 姑娘那小伙子平常对你好吗 一般吧 一般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 有的时候在他那里 他就自己玩着他手机 他也不会说和我聊聊天啊 多关心关心我 交往三年了对吧 对未来有打算吗 那肯定是 想 就是一直长远地发展下去啊 因为 我 因为毕竟谈这么久 肯定是有感情的呀 你呢 那肯定是想继续下去嘛 但是我觉得如果 如果啊 他要是以后还 就是 不会关心人 然后 对我做的事情不认可 然后不把他事情处理好的话 那我觉得我 我真的看不到我们未来 人家很在意你前女友在你的QQ空间里面那些照片 你为什么不删 我可以删啊 那你早干嘛去了呀 因为我早 我对这个事情 我压根我就没有在意这些东西 我不可能我发展一段新年纪之后 他跟你说过吗 他有跟我讲过 那你为什么还不删呢 我觉得那种方式不能理解 我可以删 所以男生给的逻辑是 他太作了 对吧 对 我受不了 女生给的逻辑是 因为你没给我安全感 所以我才作 如果你给我安全感 我就不作了 对吧 对 他只证着他没有给他安全感 就一个事例 就是你跟你前女友没有断干净 是还是不是 是的 我又没犯原则性的错误 什么叫原则性的错误 我对他是真心的呀 女生在意的就是这些细节 他的思维是 为什么不删前女友的照片 因为心里还有他 对吧 于是就把自己和前女友比 没错吧 你看 从不发我的照片到朋友圈 但是 他却把他前女友的照片 深藏在他的QQ空间里 所以你的心里是有前女友的 没有 你说得清楚吗 没有前女友 你说得清楚吗 这就如同他认为 我不就跟你撒了个娇 你怎么就那么大脾气 让我滚是一样的嘛 是不是这意思啊 你琢磨琢磨 我说的那些话 都不是自己心里话呀 不是心里话 你说他干嘛 因为口头禅啊 一般 滚是口头禅啊 习惯了就这样讲 那你以后也跟他口头禅 他也包括他也讲了呀 他以后可以跟你说 老娘让你把那个女的照片删了 你为什么不删行吗 他也以为他的口头禅 我也能够接受 但是你抓住你口头禅不放啊 我没有抓他 你说的是 他让我删除的态度不好 所以我没删 是你的原话吗 是我的原话 你认吗 我认 对啊 所以他在意的是结果 你在意的是他的态度 没错吧 对 是不是 对 他还是你较劲呢 我平时生活中 好 你们回答我 你们还想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喜欢他 我爱他呀 你喜欢他什么 他挺温柔的 挺善良的 你爱他什么 体贴 哪儿体贴了 有时候他做的事太多了 我给一次体贴就觉得挺温馨 告诉我爱他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人挺上进的 上进 对 跟你没啥关系 社会上好青年很多呀 因为认识他在前呀 也就说以后不会再爱了是吗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分析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先说男生啊 你说你对他很真心对吧 对 的确有可能你是对他很真心 但你不爱他 不爱他 因为在我看来爱的标准 是在乎对方的感受 特别是他吃了一个 你前女友的醋的时候 你是否是在意他的感受 我相信一个真的很爱女生的男生 在被女生发现自己的空间里边 还留着前女友照片 他很难受的时候 你是立刻要去观照他的感受 而不是跟他讲 凭什么呀 我放到那儿没关系 不是跟他解释 也不是跟他掰释 所以都不在乎他感受 那什么叫爱 他说他在那儿穿鞋带呢 我觉得相爱的两个人 应该是互相一起穿鞋带 年轻人的浪漫爱情不就这些吗 亲爱的快帮我把鞋带穿一下 我就可以抓紧了 你却在那儿说 自己穿啊 然后如果是真的很相爱的两个人 不是应该铺床单的时候 两人同事一起铺床单 那种感觉想想都很浪漫 你去跟他讲 你自己去吧 我不要 所以你在乎他吗 对于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分手过后还能做朋友的是什么人 第一个 没爱过 第二个 还爱着 所以我在想 你为什么那么介意 两种介意 第一个介意是 也许你从来没有爱过你的前女友 那好 既然你都没有爱过前人 你怎么可能爱我 因为你不会爱人 那第二种 你还爱着对方 所以我那么难受 你的行李箱里放的那个小物件 你说不在意 我相信谁的行李箱都会去清空吧 为什么偏要放行李箱里面 为什么你的手机会加 全女友的联系方式 那肯定你心里还有她 当你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在的时候 她在哪里呢 只是你也许没有做出 背叛她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的心并没有在她身上 一个人的真心没有在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在那个地方 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爱情 谈那三年只是陪伴而已 因为她那会儿很孤独很寂寞 她想要一个人陪 你那会儿应该 她刚刚出社会 还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 一个懵懂的小女生 她就跟了你了 所以她想要的 是她想要的一个真真真正在乎她感受的男人 而你从来没有给过她 好的爱情就是小小的事件窜起来的 今天你对我好一点 明天你对我好一点 可是你根本没给到她 真的像赵老师说的 上进期间那么多 可是你要的应该是一个 爱你的且上进的男人 这是你要的好的爱情 而不是只是上进 心里却没有你的男人 所以我倒建议你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周老师 来 许总 女孩一直在用各种手段来要安全感 但是安全感一定不是要来的 真正的能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 你清楚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价值是什么 同样 如果对方在你身上 也能找到他认同的那种价值 你们俩就会很安全地在一起 感情会非常好 在感情好的情况下 女生会得到呵护 男生一定会得到尊重 他既不会翻开你的手机 也不会未经你许可去扔掉你的东西 删掉你的微信也好 前女友的联系方法也好 这个前提都是在说 在你们的心目当中 都认同对方的一个价值 但是是什么呢 刚才没问出来 也没说出来 你只是把前女友 作为一个假想敌而已 试图用道理上 形式上的方式 把这个假想敌去掉 但真正的你的情敌 可能不是前女友 因为你可能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女友 你只能通过种种的细节去感受 或者说通过一种任性的方式 做的方式去争取 这样只能越来越不尊重你 越来越消耗你们之间可能原先有的那点感情 到现在已经成为说如果你不敢的话 我们就分手 所以说其实在有一个好的开始之后 一定要互相去找对方身上的价值 找到了就是良性的循环 而找不到 可能就会因为找不到而缺失 安全感分手 你们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 根本就找不到 我应该爱对方什么 爱了半天就是一场胡闹 相互的消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不妨冷静下来 明白吗 好 谢谢曲总 来 颖老师 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生活中的 我们俩一起铺床单 谁给谁做饭 是不是我需要你帮我系鞋带的时候 能一起系一下 如果不落实到生活的点点滴滴 是很难长久的 三年的时间不短了 已经过去了那种所谓你浓我浓 就可以支撑两个人关系的阶段 那到了这个时候 你们的情感 为什么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希望你们各自都能做一个梳理 我先帮女生梳理一下 你爱和她的前女友较劲 你为什么跟她较劲 你自己想过吗 你较劲的不是那个前女友 你较劲的是 你始终认为她不够爱你 其实像她这个年龄 有前任 有过往多么正常 为什么有些女生不去比较 或者有些女生既便比较了 也把这件事情放在了一边 不会去闲着没事查 你梳理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 她没有那么全心全意地爱你 所以你屡次用什么离家出走 发点小脾气 你希望用些事情来刺激她 让她醒悟过来说 你看你要再不好好爱我 我就走了 但你一次次离家出走 你觉得有用吗 你即便把自己的尊严放低了 一次次地向她索要爱情 你要来了吗 所以你应该把自己的状况 理清楚 她真的没有那么喜欢你 当你发现这个问题 如果是要不能回避地 去面对的时候 你就要想好 我是再去做一个 更加美好的自己 让她来爱我 还是我自知我们俩并不匹配 我寻找其他性子 而男生 我觉得你的种种态度 让人非常地不舒服 你心里不在乎她 可以 甚至分手没问题 但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她 她想要你删掉前女友的 这些信息 你却因为说你态度不好 所以我不删 你在乎她的感受吗 即便这是一个好朋友 即便这是一个 一起和你度过了三年时光的 哪怕是好邻居 好同学 咱也要尊重一下 人家的感受 不能为她去做一个退让吗 你甚至在着急的时候 你还说我顺带口 就说了那么一句狠话 爱情是有敬畏的 为什么我们要敬畏 因为我爱 这是爱情 你丝毫没有对爱情的敬畏之心 为什么 你自己也梳理一下 没有那么爱啊 所以口无遮拦 张嘴就来 我觉得你应该坦然面对 我们相处了三年 不够喜欢不够爱 我感谢你陪我一段路程 我也祝福你更好 这样岂不是更爷们吗 何必用滚来证明你是个爷们呢 所以我不看好你们 我也希望你们梳理好各自的状态 也许今天未见的一定就分开 但我相信未来 你们也应该是 找好各自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而不是在彼此消耗 好吗 希望你们都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你刚才说那个 我不是不愿意删 是因为你的态度不够尊重我 对 那如果它很平心气和地让你删 你会删吗 我不是不愿意删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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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